传统手工播种小麦费时费力 它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动手能力 用机器改变了邻里相亲的劳作模式 敬请收看外发明 巧播小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我爱发明 我是主持人丁熙 今天做客 我们演播室的科学顾问 是来自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 华为老师 华老师你好 你好 来 特意为你选的 谢谢 我看都是全麦面包 先别急着吃 我这个给你面包 是让你猜出 我们今天到底要讲的是 哪个关键的环节呢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里边的一个重要元素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围绕它来讲的 全麦面包 那就是麦子 太机智了 好吧 马上就到了小麦播种的时节了 那么我们的农民朋友是非常辛苦的 你比如说在播种的环节 可能就会遇到不均匀 而且也非常的累 费时费力 那么今天发明人 据说可以解决我们农民朋友的这些烦恼 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看看我们的发明人有着怎样的巧思呢 河南省是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土地辽阔 根据最新土地变更调查 河南耕地面积达1.22亿亩 有人曾笑称 全国人民每吃的四个馒头中 就有一个是河南产的 而生产馒头等主食的小麦 就非常适合在粮食大省河南种植 今天我们的故事就围绕着小麦开始了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辽河镇的张茂庄村 是小麦的高产村 年产小麦100万斤 是全村的经济来源和支柱 师傅 干农活呢 对对对 咱们现在干嘛呀 剥啥呀 剥种成 剥小麦 小麦是吗 这小麦一般是在咱们河南这边 是几月份开始剥的 现在就是十月份 剥小麦的时候了 十月份 十月中旬的时候 咱们这个剥种的话 现在还基本上看到都是 乡亲们还都在用手工在剥 对对对 这个步骤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步骤都是人工现在就这样 先撒嘛 自己撒过了 又再用那个旋耕机再爬一遍 再把地爬一遍 是吧 传统剥种方式 在人工撒完种子后 由机器代替耕牛将土地平复 那么人工剥撒种子 在操作过程中 又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对对对 我看您这个剥得好轻松啊 这个有什么要求吗 我看您 没有什么要求 只要看着圆都行了 圆的话产量高嘛 师傅们看上去轻描淡写的回答 让记者更加想要体验 手工剥种的过程 您能让我体验一下吗 行行行 就这里 十字往头里走都行 我就直着往前面走 把这一盆剥下 那行嘛 我师傅也太普实了 我只是说我想试一下 这一盆都给我了 就是这样的 半圆形 是 是吧 往前面走的行 这个意思吗 地上拿的地方都有的行 行好嘞 我来试试 为了让记者能够正确拨撒种子 老乡一直在旁边坐着指导 可一愣神的功夫 似乎记者这边就出了问题 慢点 你这个慢点 你这个没撒圆 没撒圆 我刚才还以为 你手跑得快了 撒不圆 我还以为真的像你说的 要随意的 我看见大哥都到我前面去了 我还以为我手太慢了 他们都经常撒惯了 看似轻松的撥撒 实际上有着固定的节奏 和密度的要求 以为追求速度 会使得小麦播种不均匀 影响产量 咱们就没有什么机器 你可以把一次性把这个播放给做完吗 有是有 但是我们还是喜欢传统的播种方 就是手工播种比较稳妥是吗 对对对 勉强跟上相亲步伐的记者 已经累得筋疲力尽 然而似乎播种成果 却并不那么尽如人意 我这种子用完了 你撒得太密了 本来我们这一盆都能搞到头的 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撒了 咱们这为什么不用那种机器来弄呢 我觉得机器的话 可能会更加精密一点 机器不靠谱 我们村里都有一个捣鼓机器的 整天捣鼓机器 你村里就有了 现在活都不干 他闹得他妈都不理他了 他研究什么机器 播种机 就是播种机 就是播种机 他妈都不理他了 这样吧 您能带我去他家看看吗 行 行啊 那我把这最后的种子 把你把前面播完 咱们就去看看好不好 可以可以 我带你去 好 谢谢你 从老乡那儿 我们得知 就在南洋当地 就有一位研究播种机器的农民 一位普通的农民 为何会走上 发明机器的道路 在现代化深入人心的今天 为何他的家人 会因此与他产生隔阂呢 他今天多大年纪 三十多岁 三十多岁 他原来是干什么的 开拖垃圾的 他妈借钱买个拖垃圾 借钱买的 是不是 就是这个是吗 是的 现在好像是倒鼓播种机 他跟他妈闹翻了 他妈不愿意让他 整天倒鼓活也不干了 您好 您好 刘师傅是吗 您好 我是那个 我爱发明栏目的记者 您好 您好 发明人刘东强 发明项目 小麦播种机 我叫刘东强 是河南南洋一个农机手 以前从北京打工回来 妈妈希望我能够在农村 踏踏实实的工作 然后贷款给我买了一台拖垃圾 希望我能够为农民打工 挣点钱补贴家用 然后我又特别喜欢倒鼓机械 发现我们的传统的播种方法 比较费工费时 然后我就想 能够设计一台播种机 悬根播种一体化 代替人工 这个机器就是 您在导部的那些设备是吧 对 您给我介绍介绍呗 这个是 这都是您的发明吗 这都是 不是 这个不是现有的播种 这个悬根机 这就是悬根机 我刚刚在那个农村上面看到 这就是老乡们 手工播种完之后 然后离一遍地的那个东西 对对对 那这个就是您发明 这个是咱们发明的 就是悬根机 上面加装咱们这一套播种机 同时能够完成 悬根 播种 施肥 这套工序 第一代小麦播种机 由压轮在地上滚动 提供动力 带动过渡轮 由链条输入动力 带动播肥箱和播种箱 同时工作 播种箱转动过程中 由毛刷 刷取多余种子 定量播撒 同时完成 施肥 播种 压土 三道工序 看到自己的发明 终于引起了重视 发明人刘师傅 也是跃跃欲试 可正当他兴致冲冲 组装好机器 准备去实验的时候 却发生了变故 刘师傅 那个机器好了吗 咱们走吧 好 慢点啊 您好 您好 这是 这是我妈 您母亲是吗 对 阿姨是吗 阿姨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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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刚刚说什么呢 在上面 就上来去了 成天不无正义 不无正义 不上地奏话 我们去吃一下 成天使你这烂烂烂吃 弄得我给你炸烂 炸烂烂 卖费甜烂 阿姨 不是 他这个机器弄得也挺好的 好 啥好 你别管了 这电视台都来拍摄了 啥电视台呀 都说跑烂吃 都说我掏钱给他买的 我掏钱买的贷款 你可还 我可还不起 行行 我管我管 我不用你管 看见你弄这个机器挺好的呀 怎么 挺好的 成天口吃 走不成地理货 就说抱着后来吃饭 阿姨 刘先生 这母亲不支持您做这个什么 是啊 她不支持 她什么不懂 行了 不管它了 我们去试机器 我们去今天这机器还试吗 是啊 肯定能行 肯定能行 是吗 那走吧 那行 看着刘师傅尴尬的笑容 记者也感到奇怪 发明机器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会让刘师傅的母亲 如此不满呢 哎呦 谁要弄这个机器不种 也不知道种了啥些了 媳妇怀着运 她挣不来钱 成天盆着抛 我也不是不让她搞这个机器 媳妇怀着孩子 她挣不来钱 这些家人只做啥吃啥的 原来刘师傅的妻子 已经怀有六个月的身孕了 痴迷于机器研究的她 耽误了下地干农活的时间 让母亲犹新家中经济的来源 对此 刘师傅的妻子 抱的却是另一种态度 东强在家里 是一个特别好说话的人 除了搞机器这件事 基本上别的事情 我和她妈说的她都会听 那搞机器这件事 她又特别坚持 就不听她妈说的 我是觉得她本身做这件事 也是挺有意义的 而且她本身自己 也就特别喜欢古道这些 所以我一直是特别支持她的 妻子的支持 让刘师傅能够专心投入到 机器的研究当中 她坚信 凭借着自己对机械的热爱 还有自己的智慧和动手能力 也能够创造财富 让妻子和母亲过上好日子 那么这样一台 寄予了刘师傅全部心血的机器 究竟表现如何呢 前面是在施肥对吧 对 然后后面就是在播种的 那个种在一个根本往下落 感觉还行的这个机器 挺靠谱的 感觉还可以 机器实验的声音 也吸引来了不少围观的村民 这个西藏肠肠心血也挺方便 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 我这抓了有多少尺 是这样 是吧 你这样的地步再出它 您看一看 我这剥的小麦 我这只要这是小麦 行吗 多少身 也算 没有 但是这个跑来了 有20公分有没有 啥 这个压实了 压实了 它说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压实了 不是那玄羹的虚的 就是它这个压实的不好是吧 厚厚出装的压实 就是得压实了才好 哦哦哦 这压实了 这压实了它水分跑得快 就是所以说压实了会更好一点 对对对 就是机器还好 它是跟这个样子还行 这种地就是根本是可以的是吧 走走挺好的 是吧 然后我们来 然后怎么看那个种子剥的好不好呢 您给我找找呗 可以吧 差不多 还行是吧 您给我指指哪是种子 我都不认识了 哦 这个就是小麦种子 哦哦哦 你看这个还 这个还间距还挺均匀的 差不多 这里也有 这差不多就是 这个大概有两三厘米左右 是 两三厘米左右就有一颗 你看这里 两三厘米左右就有一颗 哦 真的是 也就是它这个 它这个剥种剥的还行 嗯 我看 然后我看了就是前面是化肥 然后后面是这样剥种的 就一次性就下来了 比我们刚刚那样 撒的 是吧 感觉省力多了 这些开的突然间 原来又好多了 是吧 牛到小市之后 乡亲们觉得 机器的剥种情况 还是很不错的 刘师傅也对自己的机器 很是得意 然而好景不长 没开多远 问题就出现了 乡亲 这不行啊 这不平着咱俩 是不是 好像这哪不行啊 这个不平啊 这个 这不平是吗 您说这有个小坑 这都不平了 你看那边 那边刚才那是平了 它要干嘛 那这样一看的话 区别是很明显 这在耕地的时候 就是它应该这边都是 像刚刚那样都是平着的 是的 那您看它这个 除了这个地不平住啊 这种子呢 你看这个都不行了 种子在外面了 种子跑外面来了 但我看着这个 好像是也不均匀了 你看 这个问题在哪呢 行 我看看吧 怎么回事 行 你看看 问题是在哪呢 走了没多远的机器 就把土地离出几道大深沟 种子也是成堆的 散落在地表上 这样耕完的土地 不仅没法让种子正常发芽 还要让土地的主人 多花时间去平复土地 出了这样的问题 刘师傅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呢 这草太多了 草太多了 师傅 这种地面这种 群刚才耕地里面多吗 多 有的草多 有的不平 还有的地湿干不一样 天气全出来的地都不一样 土地的湿度也会有影响 是的 是的 刘师傅 咱们这个地如果说是湿的话 您这机器能弄吗 应该可以吧 应该可以吧 那咱们能不能试一试 行 试试吧 小麦播种要面对多种地面情况 刘师傅还不死心 想去潮湿地面尝试一番 可就在这一时 一直在旁边观看的老乡 却不同意了 别试了 别试了 我这种子一看画 别多个外边晾着 就试不成了 试不成 这东西早起来 用不成了 这地草太多了 哪地都有草啊 你不要说哪的 不是了 总啊 我给你配种子 这一会儿试一下 我刚刚拿去试吧 试吧 那我们再试一下湿地的 是吧 大概就试个十米左右 行吗 试个十米二十米 我们看这个十米化 会不会像这个 也是出现那么 严重的堵塞问题 试一下吧 工作了没多久的播种机 由于地面有草的原因 出现了严重的堵塞问题 不仅破坏了地面的平整 种子的种情况 也很不理想 这种情况 老乡还要花很多时间 来重新平整和清理 这块地面 这块土地 是老乡们准备来播种 这一季小麦的 延误时间 就是延误了小麦的播种 这会影响土地的收成 这让老乡心生不满 然而刘东强还不死心 还想在潮湿地面 尝试一番 咱们就试一下这个湿地吧 行吗 行 这正好天刚刚就下十一雨来了 咱们这个湿湿地的话 为了保证这个 为了保证咱们这个实验的公正 我们就找了一块像这样 刚刚一把草都除过地 然后您看见这个地够湿吗 差不多 差不多了是吧 就是咱们种小麦的时候 会碰到那样的湿地的情况 对对 好 行 那咱们就来吧 试一试吧 在潮湿土地上没走多远 刘师傅自己便停下了机器 刘师傅 怎么停了 怎么停了 看看怎么回事吧 这儿不得益 不得益 不得益 你看这都堵上了 都堵上了 潮湿的泥土严重堵塞了机器 地面更是被弄得凹凸不平 种子更是根本不知 被播种到什么地方去了 播种机的毛刷 也因为使用了一阵 发生了漏播 播种效果基本等于零 看到自家土地被弄成这个样子 一旁的乡亲 再也无法忍耐了 看着这样的结果 刘师傅蹲在地上 皱起了眉头 本以为可以正常使用的机器 却连最基本的农田情况 都克服不了 一时间 母亲的责难 妻子的鼓励 变成了两座大山 压在了刘师傅的肩头 难道自己选择研究机械的决心 真的是错误的 难道就跟母亲说的一样 自己真的不是这块料 机器失败的刘东强 无力地逃避着母亲的苛责 想着自己失败的机器 内心感到一阵阵的挫败 看到这样的丈夫 温柔的妻子觉得 自己应该为她做些什么 吃饭了 刘先生 妈说你一天都没吃饭了 哎呀 不想吃 咋了 妈说你机器好像没有设好呀 哎呀 基本上不能用 那也得慢慢来呀 先吃饭吧 我亲手做的呀 吃饭也解决不了机器的问题 行 先吃吃饭 再说机器的问题 妻子的鼓励 让刘师傅重新燃起了豆制 她重新投入到了 小麦播种机的研究当中 这河南一到了八九月份入秋之后 就会经常有这样的绵延的小雨 才更加适合小麦的播种 今天刘师傅就给我打电话 说她那个机器研制成功了 让我再来看一眼 上次那个机器不是拥动吗 现在还有那个播种不均匀的事 对 那个草地和湿地都过不去 对 然后您这个都解决了吗 您怎么解决了 解决了 第二代小麦播种机 在第一代的基础上 自主研发了悬耕机 缩短了悬耕刀和开钩器的距离 在面对湿地和草地时 没有留下可以像一代那样 拥堵的空间 解决了拥堵问题 同时更改肥香位置 将肥料拨到种子下方 更适合种子生长 最后针对一代机器使用一段时间后 种子漏拨的问题 流动墙对播种器也进行了调整 你看这是上次用的毛刷 这一拽毛都掉了 就会掉下来是吧 对 用了一段时间 它就很容易把它挂掉 这是什么毛刷 这是什么材质的 这个是棕毛 材质的呢 这个是尼龙丝的 它就我试试 对 这个就确实是用力拔都拔不下来 第一代毛刷使用的是松毛 本身材质松软易断 而在播种时 播种轮转速很快 没多久就会把毛全部折断 发生漏波现象 二代更换为尼龙材质 坚韧不易断 那行 咱们现在再去试试吗 行 最好今天还下着地里面 估计也是湿的 好的 好的 咱们找一块有草的地方 好 咱们一起试一下 雨越下越大 一代机器对于草地和湿地 都无法正常进行播种 现在二代机器 虽说改动确实很大 但播种真的能够顺利进行吗 现在这雨越下越大的 咱们虽然正常种小麦的时候 不会遇到这种极端的天气 不过现在咱们是为了试验一下机器 这个地的湿度 可能比正常情况下都要大很多了 而且我们也看到前面有很多的草 像这样的情况 您这些机器觉得没问题吗 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 这么有信心啊 因为咱们上一次 是前半段当时老乡都说好 但是后半段开始出现 那个播种不均匀的时候情况 那咱们这一次 就让您把这一条走到尽头 然后待会儿咱们在尽头去看看 播种的情况 你这有问题吗 没问题 看来真是有备而来啊 刘师傅 那行 那咱们准备开始吧 信心满满的刘师傅发动了二代机器 但天宫不作美 雨越下越大 地面湿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播种小麦的范围 二代机器能扛住这严峻的考验吗 这个地面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平整 有那么多草 然后地面也湿得非常厉害 二代机器由于自主研发的悬耿机 悬耿刀和开钩器距离更近 不容易形成堵塞 地面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平整 上一次老乡说咱们那个地 就得必须得很平整 然后我刚刚看了看 基本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那种很明显的坑 然后我们看看现在这个种子 拨得怎么样吧 来 我看您现在也是非常的开心 看看 您找找种子 帮我们看看这种子现在怎么样 这边有两颗 然后这里有种子 这里也有 就当时跟当时咱们第一代机器的时候 成功的时候一样 基本上就是隔一段距离 然后就会有一些种子非常的均匀 不过出现后来那种种子扎堆的情况 然后当时老乡也说过 像这样的话 这个种子就是拨得很成功的 那这样的话 这台机器还研究挺成功的呢 是 基本上达到您预期了吗 是的 是的 打到您预期了 哪怕是这么大的雨 泥土湿度那么大 二代机器也没有出现一丁点的拥堵情况 正常走出一百米左右 种子播种效果依然非常均匀 刘师傅这段时间的研究取得了成功 这时听到机器声音 老乡们也都纷纷聚了过来 老乡你怎么又来了 我听到声音了 我看播的怎么样 是吧 它把机器改进了 上一次不是后来那个地都离不平吗 我们特别找了一块又是湿的 然后又是又有草的这块地 目前看起来效果很不错 这都还怪平 看起来外表看起来也可以 对 我们刚刚看了 你看这种子也播的 种子也播的很匀 你看看我的机器比你那人工厉害多了 我看您是在那边也种地是吧 是 我在人工播 在人工播 那不然咱们比一比 比比就比比 我这肯定比你五个人播的都快 那行 那我找五个人给你比一下行不行 干不干 这五个人就五个人 那咱们试一次呗 也就播小麦种子 然后也就在这块地上面 行 试试就试试 比划一下 那咱们比赛一下 好 随着机器的成功 刘师傅的信心也是越来越足 兴致冲冲地决定 和人工队展开一轮比试 究竟谁会获得胜利呢 我现在是说您找来的帮手 是 刚好五位大哥 是 看起来 您应该都自己播种吗 明年都自己播种 都自己播 您觉得跟那个机器比有信心吗 有信心 有信心 为啥呢 因为它那个肯定不行 上次看了 因为我们老大觉得坏了 上次看到 你上次看到它这个坏了是吧 两位老师您觉得谁快 对 人工比较快 人工会快点是吧 您干这活干多少时间了 干多少年了 干四好几年了 十好几年肯定比较机器快 对对 东强你有信心吗 人家老乡 有信心 比试一下看 那咱们就这样吧 咱们五位人工 叫咱们就播这边的地 东强你呢 我播那边 那咱们就准备开始行吗 开始 好 我来数啊 三二一 来开始 好 随着记者一声令下 人工队和机械队 都开始了播种的工序 相比较机械队 人工队这边 显得非常的轻松 乡亲们 驾轻就熟地 播撒着小麦的种子 一路上 还有说有笑 老乡亲们 你动作好整齐啊 咱们像这样人工洒的话 能够保证那样的 这个种子均匀吗 肯定啊 这都是 这个杀都在均匀的 均匀的 平常会有这么多人 干这么一点地的经历吗 容易的 容易的 我觉得像你们五位 这个速度的话 那机器可能比不上你了 我看那边 刘师傅好像还在装种子呢 那肯定 人工很快 人工很快啊 就在人工队 已经播种快一半的时候 刘师傅 还在给机器填装小麦 但看他的样子 似乎一点也不慌张 刘师傅 我看他们那边 都快走了三分之一了 您这 您一点都不着急的样子 没事 我一会儿就赶上他们 这么有自信 那行 您加油啊 随着刘师傅 机器开动起来 前面丢失的进度 很快就被追了回来 人工队这边 也感受到了压力 加快了速度 咱们这个播完了是吗 咱们后面的工序是什么 在爬一遍 就是拿机器再爬一遍 就好像 我看那个东墙那边 也在掉头了 咱们赶紧呗 咱们赶紧 咱们赶紧 别输了 赶紧 随着人工队开始了 最后一步 附土 比赛渐渐接近尾声 乡亲们互相加油鼓劲 刘师傅那边 也是开足了马力 机器的优越性 逐渐显露出来 由于工序简单 效率大大高于人工队 虽然比人工队晚开始 可从进度上来看 两队似乎已经不相上下 结果究竟如何呢 我看到他那边也到了 他那边也到了 但是好像比咱们慢一点 还是慢一点是吧 刘师傅 老虾们说他们赢了 您这个好像确实比他们慢了一点 不可能 怎么呢 我拨的多了 我拨的快 我拨了两趟 他们只拨了一趟 您拨了两趟的 不可能吧 我们也拨点下 咱们去看看 走 咱们去看一看 咱们去看一看 走 咱们去看一看 咱们去拨两趟 您这个是哪两趟地 是你拨的啊 你给我们看看 看见没有 那个蓝色板子 第一趟 这个是第二趟 靠着蓝色板子 那边是第一趟 对 地上这个确实还有车轮硬 然后呢 然后这个土还是新的 这是两趟 真是两趟 真是跑了两趟 是 您这个机器是 然后人工的是咱们先剥种 然后再拿机器离了一次 您这个是 对 我这玄庚施肥剥种 一趟都成了 所以说他们这个没有施肥 我现在已经肥已经施上了 肥都施上了 对 那这样算的话 您比它快了 快了四倍呢 快了四倍 对 大家看一下它的种子 不知道怎么样 大家检查一下是吧 对对对 检查一下是吧 看下种子剥的怎么样 我试验过了 你都这么有信心 那肯定 我们看下这种子 哦 这看到种子了 看着 看着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像老师 像老师 像老师可以 像这个地方也可以 这些地方都可以 我们看看啊 真的是 哦 这白色的种子 是 这白色的种子 哦 还真的是 您给我形容一下 这种子剥的怎么样 很好很好 这里很均匀 可以 很整齐很均匀 深线也行 对 差不多 深线也行是吧 老乡 你这个种子剥的怎么样 可以 可以 拐匀式 拐匀式的 可以 可以 深线也行 可以 来 我给你来一台 好 您就是准备在来这买台机器 对 买台机器 这是马上到剥小麦的时候 对对 那您这个 保证效果好 保证效果好 那您这机器还算是研究成功了 是 随着比赛的落幕 乡亲们也纷纷认可了刘师傅的机器 甚至还有想当场购买一台回去使用的 刘师傅看着大伙的样子也是露出了笑容 爱心的充当起了讲解员 随着知道比赛结果的乡亲们越来越多 刘师傅的机器也在当地有了些名气 不少人来请刘师傅去家里修理机器 或者购买他的机器回家进行播种 邻里乡亲们看到刘师傅母亲的时候 也都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听着邻里们对儿子的评价 阿姨对儿子的发明之路 也渐渐有了别的看法 然而 好景不长 一天 记者突然接到了刘师傅妻子的电话 喂 你好刘师傅 您好刘师傅大媳妇 怎么了 家里边有几个人因为拨冷气的问题 过来闹事 你们能过来帮忙看一下吗 拨冷气的事是什么 行 您别急 我马上过来 刘师傅 刘师傅 嫂子怎么了 刘师傅的问题 机器 师傅 您好 我上次不是看到您的机器就还买了一下挺好用的 挺好用的 回家没用 你说它撑上 它裂开了 这个 它就换成这样 就换成这样 你还能不能撒到自己 这怎么回事 这是 这是那个拨准机是什么 拨准机是什么 拨准机排出器 松了都 你这都裂开了 您这个机现在拨准什么样的 拨的都不行 有点准备被腕都漏了 这种子都跑了 这些都跑了 对嘛 我说因为他们长家都穿上煞动的 你说这一通怎么湿都裂开 你说这煞动机 别生气 我们您带我去我们地上看看 看您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 你都在那边看 地上不然啥呀 行 您照顾看 这种原因导致耐久度低 没用多久 播种器就发生了断裂 导致机器无法使用 你看看 拆开现在还 来 师傅慢点 别着急 拆开这个处理还可以 搭后家 这边的小麦也是 不是您家种的是吗 我这些小麦种的还挺好的 挺整齐的呀 我看见这边的生气 怎么了 就这边是您家的小麦是吗 是的 看那边长得乱七八糟的 身子不屑到处都是苗 它顺着边漏子 从旁边漏出来了是吧 是这意思 然后导致这边到处都是苗 对对 长得很不规则了是吧 对对 就是因为我们当时 看的东西破开了 对对对 这么不洗的话 会有什么影响呢 会影响产量 就产量会低是吗 那咱们现在把这棵地 赶紧都弄干净 然后再种一次行吗 完了 因为再种了完了 来不及了 对 你看我没有 花生豆都不敢用 它用的都又坏了 那个也是你弄的 播种器是吗 对 咱们那个一个播种箱 只能播一种作物 对对对 您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都不敢用 这个都没用 一下子坏了 这个我也不敢用了 下来 机器破损后 小麦拨的乱七八糟 毫无章法 按老乡的说法 只有严重影响收成 看着生气的老乡 刘东强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真对不起 不想要赔你一点钱 那碰烂玩意儿拉走 你给他家等着 给你没完 雷师傅 那咱们现在就怎么办 先把机器拉走了 不行了 先把机器拉回去吧 再研究研究 过来给他 我去灯门给他道个线 行 范老师 我们看到这样的机器 它现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它现在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眼 我桌面上这个播种器的 它这个结构 它现在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就实际上 它是采取这种传动轴 直接与它的这个播种轮 相连接的这种传动方式 这种传动方式 它的效率比较高 然后它的结构也很简单 就是它把传动轴 直接与它的这个播种盘相连 运行过一段时间之后 它的这个前面板 实际上就经受不住 它的这个力量 然后已经无法带动 这个播种轮继续旋转了 然后再看 它现在是塑料的 那它现在这个材质 就是比较软 它还禁不起 它现在这种力量 可以换成不锈钢的吗 对 换成金属的 那就是很简单的方向了 明白了 然后它那个刷子 它时间长了 它是会固定在某一个角度 相当于有点老化 它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刷毛 变成能调节的 就相当于我们一开始用的时候 它距离正好软硬合适 那如果它用时间长老化了 把这排刷子 给它整个都往前提 对 就是也是一个线位装置了 那对 这些的话 那就看最后我们实验出真知 好 未来的优化 那就交给我们的发明人了 我们在实验当中看一看 究竟哪个方式 最适合这款机器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原以为发明成功的机器 却给同村的乡亲 造成了这么大的麻烦 刘师傅的心里充满了懊悔 回到家的这几天 经常一个人坐在机器面前 对着机器呆坐 一坐就是一天 自责懊悔 无时无刻不再折磨着她的内心 在这时候 一直默默站在儿子背后的母亲 站了出来 在母亲的鼓励下 刘师傅夜以继日地开始了机器的修改 一点点摸索问题核心 重新设置图纸 调整机器结构 在妻子和母亲的陪伴下 刘师傅在朋友的工厂里 废寝忘食地研究着机器 究竟他能否找到方法 克服之前机器出现的问题呢 刘师傅研制成功的第三代机器 在播种器上进行了很大的调整 增加了金属外壳 改变了动力系统 三代机器比二代机器 究竟优化了多少呢 我看一下 这个我看就是您这个 当时那个二代机器对吧 就是雷师傅当时用完之后 就是破损的那个 对 那这边这个黄色的 这个颜色黄色 就是您研制出来的第三代机器了 对 然后咱们现在您的意思是 把它放在同一台电机上面 然后来模拟那个轴承 带着那个转动 对 那这样开机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一会儿你看看吧 我们先实验证明一下是吧 行来 我们看到把机器打开之后 它那个轮轴就开始 带着它转动了 我当时记得那个 雷师傅那个考虑从这里断开了 对吧 对对对 这就磨损掉了 对吧 速度加快一点吧 行 好的 你看这块有 有些白沫都下来了 真的 看到吗 哦 这白沫 对 塑料的磨损的沫 就是因为您这个二代机器 使用的材质的问题是吗 主要是构造 材质占一方面 构造不同 构造不同 就是它现在磨损掉 这个都是塑料的材质 对对对 看到了这块 在这 哦 就是不定有白沫都往外面飘 对 就这些地方 对 三代机器是在二代机器的原理上 将动力轴加在了毛刷上 同时用金属外壳固定塑料播种轮 两者尺寸固定中间并无接触 最大限度减少摩擦 增加使用寿命 我看这个开始抖动得好严重了呀 你看现在外壳都磨损了 跟雷师傅那个打来的基本上一个情况 就是他当时来 他这个情况就是现在已经发生了 还有不能在掉渣啊 对就磨损的就是这个样子 内心这个外壳磨损的很严重 不能在掉渣 对 外壳已经磨坏了 这个已经拨不了种子了 南京停一下去我们看一下 这个停一下 对 什么情况啊 哦 你看这个边缘 这个边缘这些地方 都是都已经开始起这样的窝了 种子就露出来了 然后就当时 看到吧 这个东西也没有了 它透了 从这边露 所以当时导致那个雷师傅他们家 那块地面的小麦就坡了 对 撒到外边 从这外边跑种子 哦 除了调整播种器以外 刘师傅还改变了毛刷的形状 圆形毛刷一方面配合轴承的转动 一方面更加及时耐用 转动过程中不易出现变形 同时提高播种的精度 下架手工来给它提供动力的话 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运作的 嗯 好的 来 您动一下 您看这个小麦种子 哦 就跟毛刷中间会挺得那样挤压 因为它是相反这样转 对对对 毛刷往上转 清理这个草轮以外的多余的种子 就不让多了过去 该进成功的刘师傅迫不及待地 找到了雷师傅 表示自己的机器 这一次绝对不会再出问题了 而且效率和耐久度 也比原来的更高 雷师傅听后 心中还是充满了怀疑 于是两人约好 要再进行一场比试 今天这么大增长雷师傅 还是不相信他这个机器能用 对 还是不相信他这个机器能用 是吧 今天找到这些都是乡亲们 咱们还是要用人工的力量来挑战一下机器 对 开心点快 找了多少人 50个 50个人 大家有没有信心赢过机器 有 有啊 大家都很有信心 我也有信心 你也有信心 我能赢他们 咱们机器之前试验过了是吧 是的 那我先简单采访一下 大伙儿平常都干过农活吗 干过 干过 觉得那机器靠谱吗 机器不靠谱 不靠谱啊 平常的耕种还是用手多是吗 还是手工多一些 手工多一些 手工多一些是吧 咱们这个机器 两亩地 你估计咱们50个人 要多少时间都弄完 两亩地50个人 大概20分钟吧 小麦播种 人机比赛规则 双方各准备了两亩地 播种小麦 机器队由刘师傅一人操作 对抗50位村民组成的人工队伍 哪一队率先完成 播种复途两道工序 就算胜利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机器都调整好了 好了 大家相信你们这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两八 雷师傅咱们这边有没有准备一些什么特略 我准备是两头往中间播种 对 就相当于是把大家拨散均匀是吧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提搬哪一队 哪都往哪一队 为了赢得比赛 虽然人数已经是50比1的优势 但雷师傅还是制定了相关的战略 由两头开始同时播种 大大增加了胜算 此时的流动墙才刚刚开始给机器添加种子 难道刘师傅的心中对赢得比赛 已经胸有成竹了吗 怎么下来了 头外磕着了 哎呀 盖子没忘盖了 太紧张了是吧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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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队已经走得飞了 随着比赛开始 大部分的村民都不看好发明人的机器队 毕竟人数50比1的差距实在太过悬殊 我看过去说肯定是人会赢 我看过去说这么多人 我看过去说这个时候 不一定能比赛过人 我看过去说这个时候不一定赢那么多人 肯定人能赢啊 为啥呀 人多十年了 小朋友你一个人来了 你爸爸呢 在那边啊 我儿子几岁啊 十岁了 十岁是吧 十岁在那家地干这儿能活 慢慢地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是吧 你原来干过这活吗 小时候 小时候也干过 也干过啊 你原来干过这活吗 干过 干过啊 干过 循运吗这样出去 循运 循运啊 对自己手艺的自信是吗 对 你原来干过这个家干这个干多少年 干十二年了 也干了十三年了 你觉得他们那边谁都赢啊 那个人工队能赢 人工队能赢 为啥呢 因为人工队50个人啊 机器队他能比过人工队啊 可是随着机器队 开始进行播种工作 机器的优越性马上体现出来 高效稳定地进行着播种工作 这让场边机器队的拉拉队 也是非常兴奋 阿姨 你希望谁赢啊 我希望东枪赢嘛 东枪赢啊 原来不是不支持他吗 现在支持 现在支持了 看到他平常研究的那么辛苦是吧 对 你觉得刘仲基能赢吗 应该差不多 肯定能赢 他万一输了呢 今天 万一输了就住这儿吧 别回去了 自己搞好再回去 一定要赢得过去才准回去 是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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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和妻子都来到了场边 为刘东墙加油 可一上来就落后的机器队 似乎又发生了变故 好 钟晓 轻轻轻轻轻轻 没有刺 没种子 一看 你看 没种子 东晓 怎么了 怎么了 我看看怎么回事 钟晓 怎么了 没种子 他说没种子 这边 没种子 这边还有 这边还有 就那一段没种子了是吗 机器又出问题了 我看一下 机器又出问题了 咱们不是又出了吗 没事 我检查一下 你修都好了 要不要我让人工 对他们给他暂停一下 等一下你 不用不用不用 我这一会就修好了 这边能找到问题吗 能找到能找到 真的不用他们等你 不用不用不用 比赛进行了快一半的时候 机器又出现了漏波的现象 难道这场人机对抗 又要以机器惨败告终吗 我当时特别的慌张 因为相里相亲的 都来了这么多人 我妈也在 我特别想证明 这台机器能赢了人工 这台机器清除了大量的心血 也是特别不容易 我当时急得出了一身汗 人工队那边都说 你这个肯定又不行了 没事没事 我一会儿就换好就行了 换好 你找到原因了是吗 找到原因了 您这个手上是什么呀 这个毛刷不对 毛刷不对 这种子怎么陷到毛刷里边去了 装错了这个 装错了这个毛刷 装错了毛刷是吧 对对对 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毛刷呢 用短毛的 没事了 就是你旁边准备替换了这个 对对对 是因为这个毛刷的毛太长了 所以说种子都陷到里边去了 对对对 然后它就没有剥下来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所以说刚刚就有一段有 有一段没有 对对对 那赶紧时间赶紧换 好不容易找到了原因 可是人工队那边 播种的队伍已经会合 雷师傅的策略大大的减少了 播种的时间 而机器对此时 才刚刚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 刘东强的脸上 此时也没有了笑容 全神贯注地操纵着自己的机器 机器对这边虽然中间出了故障 可盛在工序简单 悬更播种一体的优势 逐渐显露出来 不久就从进度上实现了反超 雷师傅这边也开始心急起来 看着人工队的悬更机 明显加快了进度 机器对这边也不甘示弱 最终刘师傅稳定地驾驶着机器 率先完成了两亩地的播种工作 师傅 你是完成了吗 是的 完成了 来 走 看人工队这边还没结束呢 雷师傅 我们这边完成了 我们这边 怎么样 成功了吧 我们这边完成了 你们今天天工队 你们质量怎么样 您说一下速度可以 但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对 去检查一下 速度方面虽然烧训了机器队伴仇 但雷师傅不死心 要和机器队比一比播种的质量 双方决定任选一块两平方米的耕地 在有种子的地方插上一枚旗帜 作为记号 首先检查的是人工队的播种区域 你看它乱七八糟 歪歪扭扭的 就歪歪斜斜的是吧 对 这样的话会对那个小麦形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第一就是产量不会高 再浪费种子这是最大的毛病 雷师傅 您这种子你觉得播得行吗 这人工队 不匀 还是也是不匀 对 你那机器行吗 我们去看看去 人工队因为传统播种的方法 再加上人多手杂 播种效果并不理想 插的旗帜也是歪歪斜斜的 那刘师傅的机器队这边呢 雷师傅 你看它这个旗子插的 这种子基本上播得非常的均匀 非常均匀 是吧 看来这刘师傅研究它 这个机器真的还是不错呢 这有监察机种 这个种啊 那您这个当时换你的机器 怎么写写 它这个锅算了 那个我也不记得退钱了 不用它退钱了 行 成交 那恭喜您 这个机器算是终于发明成功 好了 恭喜您 人机对抗 以刘师傅胜利 落下了帷幕 和雷师傅的矛盾 也得到了圆满解决 第三代小麦播种机 通过对传统手工播种方式的改进 将悬更播种施肥一体化 大大简化了播种的流程和工序 它的特点在于 第一 工序简单 以此完成所有播种程序 第二 适应性强 可以应付草地 湿地等路段 同时耐久度高 第三 更换一个零件 最能播种其他作物 灵活性大大提高 发明人制作的这个小麦播种机 是一种非常方便的 使用的一个播种的农机 那么它同时完成了这个悬更 定量的湿底肥 然后定量的播种 然后以及这个浮土 压石等等这些工序 目前在这个切换不同的 这个释放种子的内容的时候 还需要大量的人工去调整 那么我们建议发明人 可以考虑采用一些机械的 一些驱动方式 来去减小在功能切换的时候 人工的这种投入量 以提高这个工作效率 好了 以上就是 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关注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和新浪微博 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的科学顾问 来自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 华为老师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科教频道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定希 下期节目再见 室内装修 掉眼打孔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然而人工打孔不仅工作乏味 而且环境恶劣 不着急 一台新机器前来帮忙 且看它如何辗转腾挪 将掉眼打孔完成于分秒之间 敬请收看 五爱发明 打孔 其先锋 我订阅 我在这家里的身材 我认识到